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什么是安姐 电热水器可是我们家用电器必备之一了 但是我们在使用电热水器的时候 需不需要将这个电源关掉呢 有的人说洗澡的时候是必须要关的电源 又有人说没有必要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赶紧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吧 相信每个家庭都会有热水器 那么我们使用热水器洗澡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考虑要不要拔掉电源插头呢 在使用电热水器的时候 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首先我来说一下 平时我们使用的这种电热水器工作原理就是 不断的用电来加热 当水加热后通过控制器来保证温度 那么当水温达到一定的程度后 它还是会处在一种工作状态 也就是说热水器里面仍然有电流 所以总结来说 我们在使用电热水器洗澡的时候 最好要关掉电源或者是拔掉电源插头 这样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而考虑 那么我们在使用电热水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擦拭外壳 如果电热水器脏的话 我们去擦拭外壳的时候一定要拔掉电源 不要直接用水去喷洒 一定要用软布擦拭 第二听声音 往往有很多朋友说电热水器是太耗电了 那有可能是这里出了问题 就是水垢 电热水器使用一段时间里面就会产生水垢 如何判断有没有水垢呢 我们在使用电热水器的时候 热水器在下热时 如果你听出来有啪啪的响声 所以说电热水器需要清洗了 否则在使用电热水器的时候 不仅耗电也会影响电热水器 使电热水器的寿命减短哦 第三观察安全阀斜压管是否正常滴水 电热水器在加热时水压升高 这时安全阀就会在加热时滴水卸压 保证机器正常使用 如果因自来水压力过高 超过安全阀的卸压值 那就可以考虑咨询专业人员来安装一个减压阀 除此之外 使用电热水器的时候 一定不要购买杂牌子 一定要认准大品牌 这样使用才有安全保障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使用电热水器的小常识 大家有所了解了吗 看完视频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消费闪解 每次洗澡的时候 这个水呀 总是溅到玉石玻璃门上 那么时间久呢 这个玻璃门上 就会有难清洁的水垢 那今天呢 教大家一招 只需要自制这个溶液 喷一喷 污垢自动往下流 赶紧跟视频起来 看看吧 家里有淋浴房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每次洗完澡呀 都会有大量的水渍 水垢 附在这个玻璃上 清洁起来 也是比较麻烦 那么今天 教大家一个 清洁的好方法 首先自制一个溶液 喷壶中 加入洗洁精 倒上花露水 接着倒上白醋 可以多倒一点 同时我们倒上温水 将它稀释一下 稀释好的溶液 我们将它均匀喷洒在 玉石玻璃门上 它可以快速分解 玻璃上的水垢 大家都知道 平时玻璃呀 是最难清洁的 擦不好 只会越擦越脏 那么用了我们这个溶液 我们今天试一下效果 喷均匀后 我们再准备一个 海绵擦 就是白结布 用它去擦拭玻璃 可以看到 刚才厚厚的污渍呀 已经都掉了 玻璃瞬间明亮了起来 这个溶液 可以快速去除水垢 那么白结布 可以把这些水垢 吸附下来 另外 浴室里面的边边角角 我们最好也要擦拭一下 因为浴室里面 是比较潮湿的 如果不将这些污渍 擦掉的话 很容易滋生细菌 这样我们用起来 也不太卫生 擦过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白结布上 吸附了很多的脏东西 而且建议大家 一定要定期的 清洁铝浴房 全部擦干净后 我们再用水冲一下 将上面残留的污渍 冲掉 最后我们看一下 浴室玻璃门上 是干净如新 而且经过这样的方法 擦过后 玻璃是不易落水渍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清洁浴室玻璃门的小方法 大家学会了吗 看完视频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 小猫山姐 家里有滚头洗衣机的朋友 有没有发现 洗衣机的进水管 都会连接一个水龙头 那么洗衣机 在不使用的情况下 这个水龙头 需不需要关闭呢 很多人都做错了 赶紧跟视频起来 了解一下吧 说到家里的洗衣机 那可是每家每户必备的电器之一了 有了洗衣机 可是解放人类双手的好帮手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像这种全自动洗衣机 都会连接一个水龙头 那么在洗衣机不使用的情况下 这个水龙头需不需要关闭呢 不关闭有没有影响呢 今天就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 洗衣机这个水龙头需不需要断水呢 现在全自动机型都是全自动上水的 只要水龙头开着的话 机器就能完成 自动上水 自动停止 确实也很方便 不用像以前那样自己盯着 机器只要开启就自己操控了 等不需要上水的时候 即使水龙头开着 它也不会流水 所以很多朋友说 没有必要关闭 但是最近 林西家出现了一件大事 由于五一出去游玩呀 只是三天没在家 回到家的时候就遭殃了 因为他们家的水管和洗衣机 接水处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 平时也没有注意 从来没有关过水龙头 导致这个水呀一直流 把家里的地板都泡了 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个水龙头 它是连接的这个管子 那么管子不小心掉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个水的威力 水压是非常大 只要这个水龙头开上几分钟左右 就会将家里的地板呀 都泡了 所以我们在不使用洗衣机的时候 尽量要把这个水龙头关闭 特别是出去游玩 旅游的时候 长期不在家 一定要断水 而且要定期的找专业人士 来检查这个水龙头 还有连接的水管处 这个位置 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 所以建议大家 洗完衣服呢 最正确的方法就是断水 断电 如果不断水 出现了突发情况 就是这个管道容易出现冷化 或者是家里遇到停水 恢复供水时 水压会增大 强烈的冲击 也可能会导致水龙头脱落 也就是说 这个接口处会脱落 造成家里的水淹 一定要注意这些事项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通过以上的讲解 大家知道 这个水龙头需不需要关闭了吧 看完视频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 小猫是安姐 很多朋友在使用滚头洗衣机的时候 总是抱怨 洗出的衣服呀 不太干净 那有的人又说 洗的是非常干净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呢 可能是你洗衣机盒用错了 那今天呢就分享大家 如果正确用洗衣机盒哦 赶紧个视频起来看看吧 家里的洗衣机 可是我们的好帮手 帮我们洗衣服省时又省力 那有时洗衣机洗出的衣服不太干净 那很有可能是洗衣机的洗涤盒用错了 我们可以发现滚头洗衣机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洗涤盒 它里面有三个小格子 这三个小格子呀代表不同的功能 我们先将它取下来 那这个洗涤盒到底怎么用呢 又有什么功能 首先说一号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洗涤盒上标注着一号二号和一个小花瓣 一号槽这个功能是用于洗衣机的预约功能 我们可以将洗衣液直接倒在这个格子里 当洗衣机开始运作的时候 那么这个带有预约功能的格子 就会按照程序把洗衣液倒进洗衣机内 这样极大节省了我们的时间 实现了洗衣机的全自动化 第二我们再来说一下中间的 中间跟两边是有所不同 那么中间的格子也是偏小 它主要是用来放一些柔顺剂 也就是说这个格子千万不要放洗衣液了 如果将洗衣液放在这个格子里呀 就会导致衣服洗不干净 而且还有很多的沫子 所以这个格子是要放柔顺剂的 也就是说衣服洗干净后 第二次洗涤的时候放这个柔顺剂 可以使我们衣服呀更加柔顺 并且还有很大的香味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最大的格子 它是二号格 这个二号格就是我们正常洗涤的盒子 也是我们最常用的 平时洗衣液和洗衣粉直接倒在这里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将洗衣液倒错了位置 就会导致衣服洗不干净 所以大家了解洗涤盒的正确用法了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何正确使用洗衣液盒的方法 大家喜欢了吗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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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